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华千涵近日在天道飾演霸凌同学的反派蒙姿 首次挑战演出坏人他 让不少观众都气得牙痒痒 对此他则在社群发文写下抱歉 让大家气扑扑 情灾等等 大家一定要相信坏人没有好下场的 并说到一个故事里有王子和公主 也会有坏妇婆 这次自己被分配到坏妇婆的角色 当然必须要好好诚实他的工作 不能因为怕被观众讨厌 而修改角色设定或是维护自己的形象 而去修改台词 自己也很能理解观众的气氛 因为他看了都想贬自己 最让他感动的是 理性讨论的观众占多数 最后也感谢说到 很谢谢您花时间看戏 更谢谢您特别花时间来留言鼓励 自己不是不在乎观众 所以不去看那些留言 是与其看那些不理性的攻击 他更愿意花时间 诚视自己有没有进步 贴文一出 也信不少粉丝留言按赞